八日篇第十七节 子贡欲许谷索之弃羊 子弱次也 以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是孔子的弟子 他姓端木名次自子贡 欲即是废除 谷是周天子于秋冬之交 就向诸侯颁布来年的历书 索是每个月的第一日 汽羊即是杀一头羊去祭于庙 次是指子贡 二是你 子贡想将每个月初一告祭祖庙的羊废除不用 孔子就说 阿次 你爱惜那只羊 我责爱惜那种礼 在诸侯接受了历书之后 就藏于祖庙 每逢初一就会杀一头羊祭于庙 这种谷索弃羊是古代一个祭礼的制度 当时老国公已经没有亲自去祖庙之中进行谷索了 只是杀一只羊走走形式图有其表 子贡就认为既然国君都不参加了 那不如羊都不用杀了 但如果连祭祭的羊都省下的话 这个谷索弃羊之礼就变成完全被废除了 孔子就认为礼不可废 应该重视这种礼仪和她的精神内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